人家伦持续火爆 无忧度揭开行业真相 在这个互联网娱乐业繁荣的时代 我们目睹了无数明星的崛起与沉沦 但人家伦 这位从大唐荣耀走出来的明星 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充满变数的行业里的一股稳定力量 自他走红以来 人家伦已经经历过多次无端的造谣和攻击 有人质疑他的演技 有人嘲笑他的颜值 甚至有人凭空捏造他的黑料 然而 这些都没有击垮他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坚韧 这个行业里 有很多素质欠佳的从业者 他们往往禁不住诱惑 因人格或道德缺陷引发职业危机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人家伦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智慧 一次次突破困境 走到了今天 粉丝们的心态 对于艺人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就像是艺人的后盾 给予他们力量和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 人家伦无疑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他的粉丝基础稳固 对黑子和水军有强大的抵抗力 而对于最近传出的那个关于他的瓜 我想说 这不过是有心人的无端猜测 人家伦这么多年来 在娱乐圈的稳扎稳打 他的实力和才华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演技 唱功 人气 以及个人品质 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娱乐圈的真相往往藏在幕后 而人家伦就是那个敢于揭露真相的人 他以自己的实力和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另一面 他让我们知道 有时候沉默比声音更有力量 总之 人家伦用他的实力证明了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娱乐圈里 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他的演艺事业 展现更多的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